昨天晚間 這個全台第一場的三組候選人的 總統政見發表會 基本上火藥味非常的濃 大家說看起來 除了金句交鋒 火藥味濃 更像感覺在辯論 好 幫大家整理出來 昨天大家各自比較得分的 包括了在民進黨的賴清德 他槓了侯友宜 主要就是趙孝康的主導性非常的強 他就炮轟了 這已經改變了 破壞憲政體制 再嘲諷侯友宜 不可能選總統還帶著保姆 而另外在柯文哲的部分 他說當時跟國民黨在簽協議的時候 事後反悔還爆哭 他說未來你當總統 簽錯了跟中國協議 難道要讓全台灣都哭嗎 而侯友宜主要強攻在賴清德的部分 他炮轟賴清德的民進黨 吃銅吃鐵吃國家 說現在讓年輕人沒有了夢想 難道年輕人虧欠民進黨嗎 而在柯文哲的部分 炮打藍綠 首先他炮打侯友宜的部分 他不贊成設了特徵組 也就是認為法律之前沒有人人平等 而炮轟賴清德的部分 他質疑賴清德的台獨立場 選得到底是中華民國總統 還是台灣共和國呢